台东复岗渔港在7号中午金船有人车坠海事件 海巡人员获报立即和附近的渔船人员进行救援工作 并且把落海人员救起送医 而至于整起坠海事故详细发生的过程和原因 有在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 从港区的监视器画面上可以看见 一辆白色的汽车因为不明原因冲入港区内 而海巡人员获报后立即与一旁的民众一同进行救援的工作 今日下午1点左右 台东复岗渔港传出有人车坠海的意外事故 据目击民众表示 当时看见一辆车辆车头朝下冲入海内 而车上一名老翁当时正在车上不断地前后摇晃 费了一番功夫后才终于从车内爬出 而港区对面的海巡队获报后也立即下水救人 并将老翁拉到停在岸边的天王星客轮上 随即由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进行急救 证据人员已达现场之后发现车辆民众已自行脱困 随即由安检人员 携带鱼雷浮标等装备下水救援 另外以神代调刮的方式将民众救起 送往马街医院治疗 而至于整起事故的发生的详细原因 目前则人呆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及厘清 记者陈基林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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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